歡迎收看10月青梨的南島新聞 公費流港以鳳梨10月青梨開始注射了 南島是衛星獸早起來到大破民眾 尤其是65歲以上的中假 近日早就來到衛星獸門口白對單台注射 南島管長口俗課來到衛星獸關心民眾注射的經驗 並且來公佑副家公費主席民眾就要趕緊去注射 今晚65歲以上的中假 就在加上COVID-19快速太減刺激 公費流港以鳳梨今天開始注射 南島管長口俗課在去特別情報南島市衛星獸 試冊以鳳梨注射進行 南島管今年猜港13萬7千多公費流港以鳳梨 分兩階段注射 第一階段對上包括65歲以上中假 醫生以及衛星方醫相關人員 機構受照顧稅益鎮造人員 可見一杯中大上杯 又正向一起投入機構人員上對上 十月份到三月份呢 可以說是整個流感的耗發期 那所以呢在進入高峰的時候呢 我們縣政府也特別關心所有民眾 以及長輩的各種健康 所以呢我們這次也購買了流感的疫苗 是四架的 那總共將近購買了快14萬劑的這個疫苗 來讓所有的民眾來施打 兩個禮拜左右 他才會有發揮他的一個保護的一個效力 那所以也希望我們所有的民眾呢 大家呢歡迎到我們各個衛生所這邊來注射 現場非常多的長輩 他們在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讓自己產生抗體可以抵抗這一波的流感 那所有的長輩跟大朋友小朋友 也要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做好萬全的準備 才可以避免各項問題跟身體的不適 流感然後我們的肺炎鏈球菌 還有新冠疫苗三個疫苗 一起今天在開始施打 流感其實它也有一定的重症跟致死率 出來注射這些疫苗 不僅保護自己也是保護我們全家人 那也希望說大家平常的生活作息 要維持 那身體有了足夠的免疫力 我們才能對抗病毒 港匯流感疫苗第一次 將在11月初一開始 6月59-64月 無國風險萬新白新人注射 南東管政府衛生局長丹南上表示 國官和高端提供三個醫生民眾注射 塞諾菲和東洋 提供六個醫生民眾注射 蔡翁四季注射 無法度選擇擺 因為我每年流感都有打 貨品牌廳都是在規定期間 我都馬上來打 所以我是覺得 這樣子應該比較有保護力 好像打了以後好像 好像還沒有遇到感冒 今天開始 65歲以上的鄉親 可以打三種疫苗 一個是今年的流感疫苗 一個是今年度的新冠疫苗 還有一個是今年政府幫我們民眾 買了新的肺炎鏈球菌疫苗 這三個疫苗都可以同時間接種 如果你不太放心 那你就自己隔看任何時間都可以 你打了這個疫苗 可以減少六成的重症 可以減少八成的死亡 關於衛生局技術 儲當規則流感以及後期度 雙關團嚴病環增加 感染療餓用於病化當中的新肌炎 如果嚴悉嚴重量 嚴重會失望 一般人從流感疫苗 保護力得到80%以上 對中价的降價60%嚴重性病化症 以及減少80%失望率 技术博士长报导